這個什麼叫做日熏修 分成兩種 一個是外日熏修 一個是內日熏修 身體有九竅 什麼叫身體有九竅 我們臉上有七竅 包括 應該還有三竅 鼻子算一竅 眼睛兩竅 三竅 嘴巴一竅 四竅 耳朵兩個 六竅 六竅 如果加上度計一竅 出水的地方一竅 出米田貢的地方一竅 剛好是九竅 身體與九竅 與九日 則負 若神是有可道出 什麼叫可道 可 就是五谷 就是五谷 五谷 的地方出 你知道五谷從哪裡出 就是 現在講出的沒有關係 就是肛門 肛門 好 好 若神是由 古道出 則 墮旁生 就是墮落 到旁生去 雞 鴨 鵝 牛 羊 馬 都是旁生 這些就是旁生 就是畜生道 一定要遮止 觀其 這個 古道上 有一葉輪 上面有白色的字 白色的繁日 正立 就是阿 另外呢 由神是 由水道出 什麼叫水道啊 請問大家 哪裡出水 那個就是水道 很簡單講 講出的喔 就是尿道 對不對 這水道喔 他講水道 講可道 講這個 好像是說古道 其實都是 就是他自己創立的名詞 這個會墮地獄 從那裡出 就是墮地獄 從那裡出 就是墮地獄 觀其上有葉輪黃色的繁日 正立遮之 由紀輪村 為土宅 出來的 生 欲借天 或者是 人道 故其上有葉輪紅色的繁日 正立 或 平點 貼之 由 口出 從嘴巴出去的 靈魂從嘴巴出去 生 惡鬼道 所以 小蛇 跟上 有一葉輪 白色的繁日 日 頭 鄉底 或 平貼 遮之 由 二 鼻孔出 生 要 插 要插 要插 就是 屬於是 大力鬼 右鼻孔出 是 要插 王 左鼻孔出 是 要插 重 故 其上葉輪黃色的繁日 鄉底或 平貼 遮之 由 雙眼睛出 有兩個眼睛出 生 飛人 什麼叫做 飛人 人 飛人 這個 佛經裡面 常常提到 飛人 就是鬼 就是鬼 飛人 就是鬼 要遮止 其上葉輪 以各種紅色的 有紅色的繁日遮止 由梅間村 梅 兩個眼睛 中間的上方 生 社界天 其上葉輪白色的繁日 倒立遮之 由頂極出 頂俏 身 無色這天 其上葉輪白色的繁日 倒立遮之 官有惡日之上 所言明昔隨行 官正立依然 當之一切平貼鄉底之間 今以葉輪間隔 此等 是以平貫共通之法 其以七日內 以定為四座 修九個字 純熟至如見掌文 五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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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座 四座